有的社區讚讚讚 真的是好好玩 社區居民拿起槓 挖出來的超大筍子 好開心 也讓人看見有瑞地區 豐富的生態 真的很棒 第一次體驗 今天採竹筍非常好玩 多謝小雪阿姨 給了我這個 可以去採竹筍的經驗 夏天沒事做 就可以出來做個活動 大家一起開開開心心的 去採竹筍 更棒的是桌上的料理 筍子用滷的炒的 真的入鍋裡煮稀飯 每道料理都可以吃到 綠竹筍的鮮甜 這就是金沙竹筍 就是鹹蛋炒竹筍 然後這個也是綠竹筍 那個涼拌的 都是我們蕭理事長 很辛苦的去把它採來 我們準備這樣子 還有那個五花肉滷竹筍 這個綠竹筍體驗 營活到幕後推售 就是理事長蕭雪 希望把社區居民帶出來 參與活動聯絡感情 我們這次是那個 綠竹筍體驗營 有益發展協會的有機農場 我們社區就很多的志工 加上我們社區的里民 總共很多人就忙了15天 我們除了除草還要挖竹筍 然後要把一些今天要吃的筍子 前幾天我們就準備好 然後今天體驗我們是剛剛看到的那個筍子 是今天挖出來的 我們的社區的里民都很高興 這是自己能夠在自己的 友誼設計發展協會的有機農場 挖到自己的筍子是最有機的 所以大家非常開心 希望能夠每個禮拜都去挖我們的綠竹筍 現在是筍子記 綠竹筍鮮甜多汁 有益社區本活動 串起居民感情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